郑成功为什么不投降清朝?提起郑成功,我们都知道,他曾经率领军队赶走了荷兰殖民者,收复了祖国的宝岛台湾,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。这些我们在小学历史当中都学过。 但是郑成功的另一重身份,却几乎无人知晓了。郑成功本名郑森,祖籍是福建泉州南安,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。郑成功却出生在一个海寇家庭。 他的父亲郑之龙,是明末时期著名的海盗王,郑家的船队,在当时,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海的海上贸易,而且把所谓的西方殖民者荷兰西班牙,英国治得服服帖帖的。 不过郑之龙后来被明朝政府招安了,成为了明朝的将领。郑之龙,娶了一位。